觀眾朋友今天說兩個題目 下半場來談這一張照片 這個是臺灣的體育臺 一名女主播 在昨天到今天 他在臉書上控訴 一名臺灣非常有名的球評 對他性騷擾 這件事情是在一年前 那或許是這個對球評來講 這可能就是表達互動 比較樂弱的一個小動作 純屬誤會 但是對這一名女性主播來講 那個事件對他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當天他是崩潰大哭 那條紅線該怎麼畫 是有心之過還是無心之過 什麼叫做性騷擾 當職場發生這樣的一個行為事件之後 所有的公司該怎麼處理 他該啟動什麼樣的機制 又該如何用什麼標準去認定 下半場來談這個 今天呢也可能是臺灣所謂的MeToo事件呢 一再的重演 上半場談什麼呢 核二廠兩年前呢 圓人會核准說 他可以啟動的時候呢 三十五分鐘之後 核二廠二號機爆炸 儘管臺電跟圓人會說 你不能用獨自來怕死人啦 那個要叫做什麼呢 氣體因為加溫高溫之後膨脹而產生聲響 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爆炸 不要老是在玩文字遊戲啦 而在兩天前呢 原來圓人會呢 又再度核准核二廠二號機 可以重新啟動 或叫重啟啦 那圓人會說你不要用重啟啦 就重新啟動 那不是重啟 沒有意思是什麼 可是呢當他核准他並聯要來去做發電的時候 馬上又發生跳機的事件 可是臺電跟圓人會說 你不能用跳機來形容他 這個是不精準 這是錯誤的 這個叫做那個安全跳脫的正常現象 要什麼意思 就是跳機啦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說 第一個 明明在兩年前 你已經經過臺電嚴格周密的審查 安全檢查之後 再加上政府的把關監督機制 也就是圓人會核准之後 你才可以去運轉 結果三十五分鐘爆炸 兩年之後 其實呢 也就是這一個月的時候呢 我們也邀請圓人會說 你為什麼又同意他 是不是所有的安全問題 通通都解決 所有的疑慮都釐清了呢 圓人會說是 可是呢 當審核通過之後呢 重新這個所謂的並聯發電 馬上又發生跳機的事件 因此第一個問題是說 台電你是在所謂的安全檢查 真的是足夠 真的是周全嗎 第二個圓人會 你真的有做好把關的機制嗎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最最最重要的問題是 為什麼跳機 跳機真的只是很簡單 完全無關核能安全嗎 又或者是說這個跳機 背後恐怕是反映著一些 更為讓大家擔心的這些問題 上門場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北海岸 反核行動聯盟的執行長 郭其林 郭大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何工博士何立委 現場好 大家好 今天立法委員也到何二場 去看說到底為什麼跳機 時代力量立委 黃國昌 徐永明 一大早就前往位於 新北市萬里區的何二場 關切二號機跳機原因 並質疑發生跳機 出問題的蒸氣旁通 壓力控制系統 在前年執行諸位化工程時 台電沒有先和原能會 提出變更申請 就擅置更新相當離譜 這套你沒有申請啊 事實上有沒有申請 那都是沒有 你們 所以你們也沒做審查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申請當然沒有 沒有申請就不需要送審 原能會核管處的回應 讓實力立委更為光火 批評是在幫台電掩蓋錯誤 原能會的官員 你們今天的立場是在幫台電掩蓋錯誤 還是在幫全民的安全在把關 原能會的官員竟然說出 有些問題必須要重新啟動才能知道 我的老天啊 下一次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有一些事情要等到爆炸以後才能知道 實地勘察核二場聽完簡報 實力黨團重申反對核二場二號機重啟的立場 但另一方面核二場二號機 原本被視為今年供電的救命機組 能否敢在夏天前啟動 經濟部長沈榮晶在立院回應 原廠技師 週四晚間抵臺 等台電成立專業小組檢討書師 報告出來之後才能判斷 台電預測四月的備轉容量率 上中下旬都低於6% 省容經驗坦言 核二場二號機的裝置容量 有98.5萬千瓦 對系統調度有幫助 但以目前來看 被轉容量的確較低 今年夏天會再評估是否有其他新建機組 能並聯供電 記者黃毅金 郭俊玲 王新中 台北新北市報導 部長請教 今天你是陪著立法務員到核二場去嘛 那台電或核二場怎麼說 昨天的跳劑原因是什麼 我聽一聽大概有兩個結論啦 第一個 原人會的意思是說 這個沒有跟他 沒有向他申請 所以沒有審查 應該是不關他們的事 原人會同意他並聯發電 他才能發電啊 對 他他說那個部分不屬於他們的 那等一下我們才會進去 那是怎麼會跳跡 他另外一個就剛剛你問的 排電的說法就是應該聽起來是過於靈敏 應該是可以把它調鈍一點就沒事了 好像說我們的保險師太洗掉 沒中就斷電 跳電 我們換一個很粗的 沒跳電 對 聽起來是這個樣子 這樣怎麼通 所以其實這樣講啦 跳電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我自己的感覺 還好是跳電 還好有跳掉 還好有跳掉 如果今天當然有些專業的部分可以 待會賀博士來說明 如果沒有跳掉 今天臺灣是這樣嗎 如果沒有跳掉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過那我們其實還是要請專業的來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把跳機 我們會往最壞的那個方向想 所以每一次的安全事件 我們都會想到是所謂的系統性的問題 都會想到是核能安全的問題 都會想到是反應爐的問題 都會想到爆炸的問題 可是是不是必然是反應出這麼嚴重的問題 還是他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完全無關和安 我們來看看臺電跟原論會怎麼講 昨天那個跳機 初步判定後續還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一個調查報告 初步判定就是蒸氣旁通罰 靈敏的測試調整 引發反應爐的自動安全停機 每個字我都看得懂 但是合起來我其實看不太懂 等一下請教賀博士 在昨天七點二十六分的時候 第二次病聯發電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蒸氣量變化影響反應爐的壓力 所以也許是壓力變大了 也許是溫度變高了 會導致反應爐自動保護動作 而停機不設核案問題 這是臺電說的調教的時機 是說蒸氣旁通壓力控制系統 這具有控制蒸氣流量的功能 一六年完成數位化 系統反應非常的靈敏 所以必須要先靜態的模擬調教 然後要運轉之後呢 才能夠再進行動態的調教 所以某種程度說 這種跳調也是正常 我要讓它啟動之後 我才能說 到底是不是測試安全 後續怎麼辦呢 有一個專案小組 也會叫國外的原廠技師來討論 三月三十號前要提出檢討報告 那就是請賀博士用白話 什麼叫做蒸氣旁通閥太靈敏 然後什麼叫做必須動態的測試 所以跳調完全無色核案 那臺電也好 圓能會也好 他們這種說明 讓我這個退休的核工的老兵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啊 完全違反我當初念核子工程的最基本最基本的道理 我建議這些在位的這些人好好回學校 把課本拿出來好好重唸一遍 很簡單 我建議就是那本格拉斯東的核工導論 再重新唸一遍就好了 這些問題我猜他們不敢講出來 也不好意思講出來 第一個昨天那個第一時間 原人會說或者臺電說這個 是那個那個中指偵測設備 偵測到什麼異常的訊號 緊接著原人會主委 謝主委說 這跟核安無關 所以他不用負責 那我就把這兩件事情給各位觀眾用 最白話 中指監測是什麼 中指監測系統 我最簡單的話 來給各位解釋 整個核電廠發電就是靠中指 也就是說呢 當我這個右二三五的原子核 你要反應如何起爐的時候 他一個中指產生器 打出第一顆中指 把原子二三五的原子核打破 打破以後呢 除了產生熱量 這個熱量拿去燒開水 把水燒開 拿去發電 產生正氣發電 然後呢 打破一顆中指 打破一個右二三五原子核的時候 他會平均產生兩顆半的中指 這兩顆半的中指 有一顆半會被環境啊 水啊 其他那個吸收掉 是 剩下一顆 這一顆再去打一個新的 OK 二二三五的原子核 無限的循環 反覆的 一秒鐘循環一百萬次 是 一個循環叫做什麼 連鎖反應 一秒鐘循環一百萬次 連鎖反應 為什麼他要在控制棒 就跟我們汽車的剎車一樣 萬一他偵測這個中指發出來 跟被吸收 就打破原子核 這整個過程要平衡的 假設你產生過多的中指 就叫做超靈界 OK 超靈界你沒有好好去控制它 它是靠控制棒啊 上上下下在控制 控制棒是中指很強的吸收劑 中指多了它把它吸收掉 讓你不要超過 平均不要超過一 它算有二點五顆了 最後只一顆發生作用 然後呢 低的話 它沒辦法達到靈界 所以 一般原子核在運轉的時候 就做靈界狀態 就我產生的 跟被吸收的 達到平衡 這就是靈界 就正常運轉 假設我要停機呢 產生的 這個 少於 被吸收了 那麼中指就越來越少 結果呢 車路比大家記憶猶新 他就是在做測試的時候 中指多了 多了以後 他要把控制棒趕快在兩秒鐘之內 趕快插進去 結果控制棒卡住了 剛剛郭大哥講的 幸虧跳機 否則就是車路保釋件第二 幸虧跳機 跳機就是保險室 剛剛信聰有講 這個保險室什麼太細了吧 換粗一點 臺電大概就有這個想法 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事 就是核能法規 怎麼規定 靈敏度是在這個核電廠 本來他就是要這麼靈敏 不是 不管靈不靈敏 當初就是這樣子設計的 瞭解 設計核電廠的時候 控制系統 就這麼設計 我那個臺電是使用者 是一個操作者 你是不允許去動一點點裡面的東西 我在講白話一點點 賀博士你的說法 如果用車諾比的事件來講 就是所謂的中指的監測 或是中指產生過多 對 然後呢 你那個燃料棒沒有辦法 在兩秒鐘內及時插下去 他燃料棒 控制棒 插不下去卡住了 卡住了 車諾比就爆炸了 就只兩秒鐘 那我在用 譬如說這是燃料棒 那我們就有一個東西打過去 然後讓他產生 產生中指 然後一個中指變成兩個半中指 然後那個中間在一個 一秒鐘產生一百萬次的連鎖反應 所以就把旁邊這個水燒滾了 燒開了 燒滾了之後呢 才能帶動渦輪 才能發電 那個蒸氣 那如果是這個中指監測 或是中指出了問題 事情就大大大了 那如果是說 是旁邊這個所謂的蒸氣的流量出問題 就比較不會那麼有問題嗎 他這個蒸氣流量 他提了一下 那這個流量跟中指之間 我相信是有密切的關係 中指多 就產生蒸氣多嘛 一定是這樣 中指少蒸氣就少了 因為跟著中指產生的同步 他產生熱量 1.mc平方 有時候我這個原子核被打破的時候 被中指打破了 他分成兩半或者更多半核種 那就核廢料了 瞬間產生核廢料 然後呢 被打破的時候 他裡面非常少量的 那個物質啊 那個m 乘上光束的平方 就產生能量 就能量拿去燒開水 是 就這麼一個叫核電 所以 謝主委說跟核安無關 嗯哼 那我想各位觀眾自己去衡量 到底跟核安有沒有關係 這個情況齁 就很簡單 我們就比喻說 我們今天有駕照 啊跟車 跟車車車商買了車子 我們有行照了 那今天叫你說 我今天先開出去 高速公路繞一圈 再看看有沒有煞車 意思一樣嘛 對啊 就是就是這樣 我今天聽一聽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是說 你開出去才知道會不會爆充 對對對 我坐飛機 航空公司告訴你說 我這飛機飛上空中 我才支付到這飛機 安不安全 這飛機不安全 就摘掉了 這是今天原輪會的態度 不過我們再澄清 釐清一下 就是說 今天我們當然也邀請原輪會 我們昨天就邀請 不過原輪會 今天沒有辦法派代表來 那剛剛特別是賀博士 談到不管是真 那個中指 或者是整個爭氣法 這個部分 是不是真的完全無色 系統跟核安問題 原輪會跟臺田 必須要做一個正式的回應 可是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民受感重 很深的 就是說兩年前 你也是臺電跟我講說 你做得很完整的 這些檢查 原輪會說 我跟你拍胸部保證 絕對是安全 啪 三十五分鐘 覆雜 我們來看看 一百零五年 五月十六號 大修之後 也要並聯發電 結果說什麼壁雷氣箱 這個接地故障短路 爆炸 不要去扯什麼氣體 膨脹發出聲響 就是爆炸 臺電也做了一些改善 然後原輪會做了一些處置 那經過兩年之後捲土重來 我們來看看這一次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也就是零八年那時候 這些問題之後呢 包括臺電 包括原輪會都說兩年前的問題 都解決了 也找了國外的廠商 國外的專家來 好好按照 到最後全部都順一次 全部都ok了 然後呢 在昨天進行並聯發電 這個是臺電做完整的 週密的檢查 經過我們的政府 政府不是臺電 原輪會是監督臺電的單位 也拍胸部說可以 但是呢 跳機 我們來看看 核二廠二號機材運轉一天 就停擺 引發跳機的臺電研判 是蒸氣旁通閥 當反應爐運轉產生蒸氣 蒸氣透過管路送到 氣輪機推動發電 而蒸氣流量大小 靠氣機蒸氣控制閥來調節 若送出的蒸氣量過大 蒸氣會分流送往冷凝氣 流量則由蒸氣旁通閥來調節 這兩個閥的開度是由蒸氣旁通壓力控制系統 接收到訊號來控制 為何會出現訊號造成反應爐急停呢 臺電指出這一套系統2016年進行數位化更新 但參數設定因為停機始終無法調教 是要找出系統裡面的最重要的那些參數 把它調教到最適合的參數 那你在運轉過程當中 在這個範圍之內它就是安全的 台電坦言核一跟核三廠都已經改回世衛系統 並沒有發生設定問題 學者指出每個電廠的參數不可能一樣 才必須調教 而核電廠力求安全優先 因此二號機因訊號造成跳機是保護措施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表示 同意機組跳機不一定代表就發生災難 但此次事件就發生在原子能委員會 完成再啟動計畫審查不久後 而且宣稱花更長時間審查的情況下 只讓外界不免質疑 究竟是核能管制機關的審查有瑕疵 或是對於安全風險的管控能力不足 原能會有必要對人民交代清楚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民眾是不是要恐慌 是不是要安心 恐怕依賴是臺電跟政府 要提供更多正確 完整足夠的資訊 不過這件事恐怕對民眾 對核二廠的安全的信心 大打折 可我們再來看看 剛剛講說一六年大修之後 並連發電三十五分鐘之後 就爆炸 那之後呢 原論會說已經調查原因了 復原了設備了 防範改善 改善措施都做了 一八年二月五號的時候 就今年二月的時候 已經停轉兩年了 所以也在一七年完成 這個叫做週期二十五設備維修測試 現場大修 所以臺電才向原論會說 可以讓我運轉 原論會說 OK 我審查通過了 十五號呢 先去跟立法院報告 結果三月二十一號呢 就啟動機組 陸續完成反應爐的升溫 升壓作業 然後呢 啟動之後就要來發電了 要併容發併聯發電 三月二十五號跟原論會申請 三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有人會說可以 我也審查你 通過了十二點五十五分的時候 第一次併聯發電 到晚上呢 就主氣機超速跳多測試的時候呢 到二十八號第二次併聯發電 啪 跳機了 我再請教一下賀博士 剛剛李敏李老師也談得清楚 不用恐慌啦 那其實就是需要再去做調教 就整個系統安全 他的危險性到底 我們該放在哪一個位置 我們暫時拋開這種情緒性 恐慌不恐慌 隔一邊 在二零一六那次 那個五月十六號那一次 那一次是壁雷氣 那個短路燒掉 那援聯會也邀請了 那個審查委員 是 去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中有一位審查委員 陳謀新教授 他八十幾歲的高齡 封城撲撲 這個來幫他診斷 是 然後他寫了一份 非常完整的 那個審查報告書 原論會也公告的 放在附件裡面 然後針對這個報告 我個人也寫了一些 在媒體上發表 這是在他跳棄之前 這次跳棄之前 然後呢 很可惜 就是被陳謀新教授 不行嚴重 陳謀新教授 陳教授清清楚楚列了 他說這個問題 根本就是 輸配電系統的不平衡 三項不平衡 造成這些問題 包含河山廠的那個 變壓器失火事件 就是一個配電的不平衡 那同樣的一個問題 核二也發生 核三也發生 我正常 我是河山的 河岸監督委員 在那個河山發生 那個變壓器爆炸的 當時 我有被受邀 評論縣政府到現場去看 當初他們還不給看 經過非常多的交涉 那個另外一件事 但現場看到是整個燒黑的東西 然後呢 我請他們拿 他維護報告 我看一下 他們說是商業機密 不給看 也是經過一個非常折騰的一個過程 終於我看到這份報告了 從頭到尾都通過通過通過 正常通過 那麼這麼一份東西 通通通過的東西 為什麼爆炸 那這一次呢 為什麼陳謀新教授 他講得那麼清楚 你要注意這個 注意那個 他又是評審委員 正式給政府邀請的評審委員之一 然後最後的報告 原人會給行政 給立法院的那個報告書 對於陳謀新教授的東西 只當一個附件 再給立法院報告 資質不提 所以您是高度質疑 台電檢查安全的這個態度 對 而且他這個報告 是在好幾個月前就交出來了 那原人會監督的能力 有問題嗎 原人會不但沒監督 還刻意把這個報告 忽略掉 不是只有能力的問題 也有態度的問題 態度 我講川的 原人會承包台電 太多的工程了嘛 他是一個包商嘛 那你怎麼辦呢 原人會包台電 包了四十幾個工程啊 原人會不是政府機關 對啊 第一個 他們員工是領薪水的 為什麼還這麼努力的去包台電工程 還被監察院糾正了 又糾正 一點用都沒有啊 現在還是進行事 原人會 他下面 原人會的員工不多 大概千把 裡面百分之七八十的員工 他的那個年度預算裡面三分之二 是撥給核能研究所 原人會核能研究所 他底下的下屬單位 核研所包的 包山 包海 包著台電 包含那個廚藝計畫 包含幹事儲存 包含那個 一大堆 都是核研所包的 不過那是更嚴重的系統問題 不過執行員我請教你 那怎麼可能這樣子的話 他怎麼可能去監督台電 你怎麼樣看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台電的檢查 以及原人會的監督 第二個是政府的一些回應說 沒有那麼嚴重 大家不要自嚇嚇人 台電董事長他說二號機 還在測試階段 還沒有正式納入電力系統 用跳電或是停機 停 跳電形容停機 這不恰當 應該要說什麼呢 自動保護跳脫 代表跳脫功能正常 經濟部長說呢 如果系統要啟動保護機制 這是在預期當中的 再來原人會核管處的副處長 他說呢 反應如有很多要監測 檢查的時候 有時候會檢查不出來 要運作之後 才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不過徐光榮 媽媽監督核電聯盟的理事長 他說原人會審查大有問題 兩年前也是這樣講 然後就爆炸 所以安全程序的檢查 是不是完備才能確保核安 兩個問題 包括說監督 包括說檢查 對 我想這整個程序 整個系統 包括被檢查的 跟監督的人 管制的人 說實話 這樣看過來 這些文字 好像大家都去學了文字修詞 大家都修的 大家好像都念中文系的 對對對 現在就是我們居民也好 或民眾 到底我們要相信誰 還記得這一次 這一次在三月五號 原人會在下午通過這個審查 結果我們早上喔 還在開地方說明會 連地方說明會的聲音 都還沒有到達到原人會 他已經審查通過 這是什麼程序 這是什麼機制 那接下來很簡單 我們也不要情緒化 到底我要相信誰 我要相信誰 其實剛剛賀博士點出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政府 雖然現在要推動非核家園 我們也相信 也期待 也大家一起在幫忙 不只是監督 或是在外面罵而已 我們也有一些想法 跟幫忙作為 但是今天這一些體制裡面的 這一些官僚體系裡面的 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有多龐大 他的問題到底出現在哪裡 一個空降的主委 就能解決所有下面的系統嗎 我想不是 所以今天說實話 在這一次的機組要重啟 運轉 經濟部長是拍胸脯 說這一次如果跳機 他要辦人 辦人 結果現在講的這些話 那我們民眾只有 他拍胸脯 我們就對心肝而已 說實話 辦多少人也不是重點 對 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一個更大問題 就是說 其實核二廠二號機 對臺電 或是對政府來講 他們都認為說 這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他不及時提供運轉電力的話呢 臺灣就要缺電了 不管是說二號機 他可以提供2.7%的 備轉容量率 或者是接下來四月五月 乃至於到夏天的時候 沒有二號機 臺灣電力一定會出現大的問題 因此 政府應該會在很短的時間內 通過所謂的審查 讓他重新再啟動 讓他並連發電 可是先請教惠博士 前提是什麼 必須做到什麼 才能夠通過審查 教授 我就很簡單 就叫陳謀欣教授提出來 一個一個去改善嘛 OK 人家一個幾十年內 一個電力專家 已經告訴你 你這邊要怎麼做 那邊怎麼做 你就 你至少要完全清楚回答 陳謀欣的配電系統問題 對 你才能夠再接下來說要審查 那廠內的 那麼檢查這個檢查那個 這些審查委員 就是最根本的審查委員本身 是不是臺電包商 不是那個所謂的那個核游泳 以前有一個說叫馬游泳 這是核游 這批人就是核游泳 現在援人會通過審查 那些委員的組成是什麼 他們就是邀請核員所退休的 很多是一半是 民間有那個民間代表進去嗎 有啊 而且都是我小老弟那些人 但是他們都比較支持核能發電 因為核能發電是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賴以生存的一個職業嘛 所以包括說回答陳謀欣教授的問題 包括說審查委員的名單 要更具專業以及代表性 那執行長 民間的要求 下次重啟之前 政府一定要給一個什麼 清楚的交代 這個可能全部全面要檢討 就是說包括現在 援人會說 不是他們的事情 無關核安的 那到底核電 到底核電廠 有哪個部分是不關核安 那是誰監督 是經濟部嗎 經濟部有那個人力嗎 所以現在是整個 現在現在整個都亂了 是 我們也是沒辦法再相信說 援人會再審核 通過了 他就沒事 今天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管制單位說實話 是問題很大了 民眾還是需要更完整 更充分 更清楚的資訊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性騷擾到底要怎麼認定 如果是摸人家的肩膀 摸人家的腰 抓人家的手臂 碰人家的手 而對方感覺到非常非常不舒服 回到家之後是崩潰大哭 這不是性騷擾嗎 我們來看看 不是自己啦 昆克其實要說是他啦 我看 在節目上互動頻繁 張信體育主播 過去在網路媒體任職 和知名理性籃球球評 曾經合作拍攝宣傳節目 二十九號凌晨張信主播 透過臉書粉絲團發文 公開控訴遭到這位球評 還有另一位無性攝影性騷擾 內文特別指出 球評加入腳本沒有的扶腰 抓手等動作 讓他不知如何拒絕 甚至感到噁心 下午被指控的理性球評 也透過臉書公開回應 理性球評說了抱歉 也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希望風波就此平息 球評實名警說 其實當時張信主播 曾問他該怎麼辦 他建議勇敢面對 但主播沒這麼做 現在選擇說出來 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張信主播在臉書貼文後 引發關注 不到15小時 有超過1000次分享 而理性球評在臉書發文後 也是正反評論都有 證明球評被主播指控性騷擾 當事人都不受訪 話題持續在網路發酵 據有綜合報導 我們來歡迎下半場 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這位張信主播 第一時間也跟他討論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這一位球評呢 建議他把這整件事情 好好的在公開的場合上來討論 我們歡迎球評 施民警 大家好 再歡迎是處理 這些性騷擾案件 非常有經驗的 臺北市律師公會 性別平等委員 同時他也是 衛福部性騷擾 調查的專業人員 劉家宜 劉律師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整件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花一點點時間 把張主播 他在臉書上 所說的這個全文呢 我們來看一次 他說呢 其實他已經噤聲很久很久 今天才選擇把它說出來 他遭到性騷擾呢 一名呢 是求評 我必須再說明一下 包括今天晚上的晚間新聞 今天的中午的中島新聞 以及有話好說 我們在今天呢 針對這兩位當事人 我們都是用馬賽克 以及把遮去他的名字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的考量是 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討論 是不是就真的構成性騷擾 這恐怕還要再進一步 不管是司法乃至於行政調查 那所以在尊重雙方當事人 我們還是遮去他能夠足以辨識 儘管所有的媒體 已經把他們的長相姓名 全部都揭露 但是公共電視 還是在新聞上 有一定的一些堅持 我們來看看 他說呢 一名是理性的求評 一名是無性的攝影 這名求評做了什麼動作呢 他呢 兩個人要拍一個 應該是宣傳片 那這名求評呢 加了沒有在腳本裡面的動作 什麼動作呢 求評扶著這名女主播的腰 抓著這名女主播的手臂 現場呢 這名女主播不知道該怎麼拒絕 所以呢 只求趕快拍完 趕快拍完 他甚至呢 再說呢 這個女主播必須飛撲到場外 外頭這地墊的這個畫面 這個鏡頭要求的時候呢 說了說 欸我等一下 要不要跟他在上面滾啊 因此女主播非常非常不舒服 很噁心的這種感覺 一直湧上心頭 他也跟這個製作人講說 如果效果不好 影片效果不好的話 可不可以不要播 那然後呢 這名女主播在辦公室崩潰大哭 他根本不想去看拍攝的畫面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呢 同事跟隔壁部門的主管 幫他去跟上面反應 主管的一些反應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這是行政該怎麼處理 看來這個處理也不是那麼恰當 然後呢 他跟他的長官說 如果今天是你的女朋友碰到這個事情 你還會問他說 那如果你不舒服的畫面剪掉之後 可不可以播 你會這樣回答他嗎 另外也跟製作人反應說 怎麼我的長官是這樣子反應呢 製作人說 你要理解長官有他的壓力 而且還問說 那你還能不能主持呢 張信主播說 為什麼我被騷擾 我還要犧牲我的主持 為什麼我要去理解長官的壓力 那我的壓力誰來理解 而且這是宣傳的騙子 到了正式第一集 他又被安排在這個組 那個求評旁邊 結果又被抓了他的手臂 所以才會有這相關的 這些那個紀錄 他已經很難受了 另一名是攝影姓吳的 他說不只一次撥這名女性主播的頭髮 甚至還摸他的臉 然後呢 因為是工作搭檔 所以他不想影響工作氣氛 也不想造成麻煩 可是事件之後呢 還有一名實習生 結果這名吳姓攝影呢 假借說實習結束 兩倒數兩天 所以在電梯裡面 搶摟著他 而且還有一些令他很不舒服的 一些動作 結果呢 這名公司把這個攝影開除了 答應說絕對不會再讓他進來 這個公司 可是這個攝影呢 後來還是用約聘的方式 繼續幫這間公司來拍攝 所以對受害者來講 情何以堪 一年多過去 這名女性主播呢 他說我還是邊哭邊打出來 等一下我們談談 其實在今天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 對於這名張姓的女主播 有非常多負面的一些批評 然後呢 當時我也聽到說前同事說 你反應過度了啦 這也沒辦法啦 小題大作等等的 所以呢 這名張姓主播發現忍著不說 不會比較好 沒有人可以替你評斷說 你的不舒服是不是小題大作 因為他們不是你 還有性騷擾這件事情呢 不是不可以在公開上討論 如果我們一再的息事寧人 只是給這些性騷擾的罪犯呢 持續為所欲為的空間 後來他有一個hashtag叫MeToo 我再請教一下明星達哥 為什麼在昨天他要寫這一篇 他最後把他講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我想可能他最近也看到 我們台灣也發生了很多 包括性騷擾 甚至性侵害相關的一些新聞 那當初他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大概發生完 可能一個多禮拜 他有跟我談過 那我有跟他講說 其實像現在的話 你應該要勇敢的站出來 甚至請你的長官把那個錄影帶留下來 那可能去找這種律師啊 或者是這種姓平的委員 來看看這段過程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涉及性騷擾 但是後來他是沒有選擇說出來 所以他後來離職了 離開原來的這家公司 是 所以說事實上這件事情 應該對他來講 他影響也蠻大的 那至於為什麼會隱忍一年多都不講 我想大家看今天的討論就知道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把自己 包括你的私生活 包括你的家人 全部攤在公眾媒體的面前 讓大家討論 你是不是空間的啦 什麼你長這樣子 誰要騷擾 你就類似像這樣的話一定會出來 所以他有被討論的壓力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他一定有職場上的壓力嘛 我們講的長官 你的同事 那你在這個圈子裡面 還不能繼續生存 你會有一個現實考量上的壓力 第三個 他也講說 他其實很不想回想這些事情 我們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雖然受到委屈了 要不然我們就當作這件事沒發生過好了 你在心理上會 潛意識會這樣子催眠自己 這個是自己心理上的關卡 其實像這樣的關卡 會讓這些被害人 或者是自己覺得被騷擾的人 他可能會沒有辦法把這件事情說出口 所以我們看很多性騷擾的案件 隔了十幾二十年才被爆出來的 也有 所以說其實我們要去考慮到說 這個被害人 他心裡面上面 他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 才說出來 很多人都質疑說 你當時不講 你現在才講 那是不是你有什麼 什麼特別的考量 還說你想紅 還是想要報復對方 怎樣 可是事實上 你去設身處理的為他來想 他自己能夠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不管是什麼時間點 其實他都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被指控的這名理性求憑 他其實今天在中午的時候 有些人在臉書上 想了一篇措辭還蠻嚴厲的 他然後在下午的時候 他又寫了一篇東西 然後呢 是對這名張姓的女主播道歉 不過他道歉的部分是 我們來看看 他最早是說 媒體在吵什麼 在想什麼 媒體你們這些什麼 段數什麼招式 我非常清楚 因為他以前也是當記者的 他說我是受害人 理當以受害人的身份 表達立場 然後在傍晚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說 有人指責我騷擾這件事情 他說女性在職場 尊重必須要被重視 他非常同情這樣的事情 如果忽略了張姓 女主播的這個感受 他無心冒犯 很抱歉 但如果是不時的指控 跟胡說八道 用來攻擊我 讓我變成受害人 我也無法容忍 你惹錯人了 我會強力捍衛我的尊嚴 但我不去計較 大家回去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我也要努力工作養家 讓風波到此結束 不要再吵了 神祝福你 我先請教一下律師 我其實有看過那段影片 那如果你把那個影片完整看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個球瓶 他其實跟其他的男性的這些球星 也會有一些肢體上的一些碰觸 感覺是比較想說呈現比較熱絡 那些討論就是body body 這種感覺 所以他不是只有跟女主播 有肢體上的一些接觸 他跟其他的男性也有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必須強調是說 這個畫面是被剪接過的 所以是不是有其他更多 更不堪的畫面 這個我們不曉得 因為還沒有出來 第三個我先請教一下律師 拜託導播讓我看一下 這一張照片 這個動作 很明顯 其實今天大家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到這一張照片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看說 其實有人開始在酸 這名女主播說 你放金的 你不會摸一下 你也會摸 我們來看看 你看另外一張網路上 就開始流傳說 欸 你也會摸 金到頭啊 你會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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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請教 如果 我不知道 那個在司法上 或是行政調查上 你們是如何去認定性騷擾 那個標準是什麼 好 在認定性騷擾案件 法律的規定是要去綜合 去做一個認定 也就是說 你要綜合當事人之間的關係 背景 事實的一個狀況 來做一個認定 所以他要去統整說 當時候到底發生的這些前因 後果是什麼 他們彼此是不是手勢 但是我想要提出一個 一個重點喔 那個就是今天的理性求評 他在剛剛的那個說明裡面 他有提到說 他無性冒犯 是 我們有很多的行為人 在做相關的抗辯的時候 他會講說 他沒有性騷擾的意圖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包括這個行為人 以及所有的這個大眾 你有沒有性騷擾的意圖 其實目前在司法的評價上 他可能不是重點 他不會被認為說 你今天沒有性騷擾的意圖 他就不會構成性騷擾 所以換言之 就是被害人的一個感受是重點 然後雙方的這個一個 他們當然過去的這些背景 也是要被考量進去的喔 我再提出來 另外一個在評斷上 如果你用一個白話一點來講的話喔 我們會去談說 一個被害人是不是合理的被害人 用白話來講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女性 是這個主播的一個情況 在那個情境底下 你被摸到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覺得是被性騷擾 如果你也覺得是 他就符合一般的一個經驗法則 他就是性騷擾 那就不是像剛剛的 剛剛所說的 可能有一些網友所提出來 這樣子一個言論說 是空金的 是空贏的 這個這個背後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是有點過度敏感 所以在性騷擾的一個評價上 他其實也不是說 你一旦說他不舒服 他就一定會成立 他會綜合評斷 但是我要說的 我要提醒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所有的人 在面對性騷擾案件 可能成立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一點 如果你沒有確認你的行為 是被對方所喜歡的時候 寧願先去審視自己的行為 也就是說你如果今天不確定說 在這樣情況底下去摸 他的一個手背 特別是剛剛所看到的一個情況 是他其實是穿一個背心的一個情形 他們摸的地方其實也不一樣 如果你不確定說 我們今天可以有允許做這樣的行為的話 我會認為說其實今天所謂的行為人 或者是大眾 其實在做這樣子行為的時候 要特別的一個審設的考量 我們先提醒幾點 是不是性騷擾跟你是有意還是無意 這無關 是 完全是受害人他的感受為主 你當然很可能說說話就常常的腳來 手來這種的 我就是不構成不是性騷擾的理由 沒辦法 有意無意呢 不構成 是 但完全是要看當事人他的感受 可是當事人也不可能隨便亂感受 也說譬如說我從你旁邊經過 你就說我性騷擾 這個在常理是不符合的 所以就變成設身處地 異地而處 看說你是不是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有這種被騷擾的感受 所以我們回到這兩張照片 很多網友就開始酸他 你也可以摸 你不能摸 可是你要想 他是男生 性別在感受上是差很多的 他是男生 而且他是穿著Polo衫 放在他的衣服的肩膀上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我們來看看 他是女生 他是穿無肩 削肩的運動服 摸在他的上臂 肉上面 這感受當然會差很多很多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律師 我們念人文社會都一直在強調脈絡 你不太可能說從一張照片 說這就是性騷擾 大概很難講 你可能是要整段影片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還有非常非常複雜 當時的情境 以及事前事後的這些對話處理過程 我再請教一下 如果是剛唱這張照片 我們可以談出什麼東西來嗎 還是我們必須再看什麼東西 所以我剛剛其實有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性騷擾案件 他在評價上其實是綜合評價 被害人的感受是一部分 背景事情的事發經過 其實也是重點 例如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這是兩張照片 但他應該有一個前後的一個主題 例如說女生在搭他的肩膀的同時是 他們在談論什麼樣的議題 他們是不是在討論說這樣子的一個球 要怎麼樣球機或什麼的 他的這個因果關係 是不是可以導向這樣的行為 又如果說是回到這個畫面 當然我們有看到他的前後的一個動作 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不會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情況 是不是一個必要的情況 他是不是一定必須要這樣子做 你是不是有因果關係 是不是合理必要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 很突兀的一個情況 你讓對方嚇一跳 所以我要說的是 他是一個綜合判斷 那會不會在理解認知上 有很大的落差 也許對球評來講說 我們就討論的很熱烈 我們是這樣的 所以你這樣碰一下 我碰一下你 在鏡頭上畫面就是表示 這兩個關係很好 然後很熱烈很活潑 但是對女方的感受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那如果這時候 你跟男生講說 你不要卡來手來 是不是問題都解決了 那會不會說 其實球評也有一點冤枉說 他真的不知道 這個動作不能做 律師 我想我們在實務上 的確有些時候的 收到的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 他是不是有一個 當下的拒絕 但是我要說 很多性騷擾 他發生的情狀 他的太陽有很多 剛剛其實我還沒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 性騷擾的太陽 性騷擾 他要有些是言辭 有些時候是行為 有些時候是像前陣子 我所講的過度的追求 是 你如果說 時序延續很長的話 那我或許有機會 跟你做拒絕 但是如果像剛剛 這樣的情況 他其實是一秒鐘 就發生了 或許是我們跳脫 職場上來看 你今天在陌生人的性騷擾 你在公共的一個 一個 運輸工具上 你被摸屯吸收 那其實就是一秒鐘的行為 所以我想 應該沒有辦法說 你又沒有拒絕 這件事情 來當作說判定性騷擾 沒有成立的一個認定標準 那一年之後去揭發舉報 甚至是提起訴訟 在法律或法律 或者是行政上 都是有效率的 是 目前這個案子 我想回到說 目前臺灣的法律規定 其實有一個性別工作平等法 那性別工作平等法 他其實沒有提出申訴的 一個時間 這個案子 我初步判斷 是會回到性別工作平等法 也就是說 他有權利可以提出 但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我想要去談一個重點 我當然今天 大家會去聚焦說 這個 這個理性求憑 到底是不是有涉及到性騷擾 可是我更想要談一個東西 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被害人 會遲疑的提出性騷擾的申訴 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會遲疑 今天因為雇主 回去應該去看 雇主是不是有提供一個 友善的環境 可以幫助受害人出來 至少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當然是從目前的新聞上面 所看到的 雇主 他的前雇主 有沒有盡到性騷擾的責任 我覺得有幾點可以談 第一個就是說 法律規定事情發生前 他要去訂一連串的措施 嗯哼 但是我大概從新聞裡面去看到 這個主播是說 當時候的公司 沒有性評單位 所以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據我所知 其實目前很多公司 是沒有設定這樣子的措施 換言之 他不曉得要對誰申訴 第二 你事情發生之後 你應該要採取立即有效的 糾正跟補救措施 這是法律名文說 你公司應該要這麼做的 所以今天回過頭來看說 這個當時候的公司 在當時候有沒有去做到 法律規定的要件 例如說 我看到這個女主播她所說的 她說當時候的處理是怎樣 她說她的主管告訴她說 可不可以影片可不可以繼續放名 不舒服的你剪掉 你剪掉其他叫播 對她問了這個公司上的問題 她提了第二件事說 你能不能繼續主持 這也是女生在後面 是她覺得說很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換言之她其實做了 她有沒有做一些措施 是保護被害人 很像沒有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她甚至在後續的一個節目的安排上 她是讓這個所謂的這個理性男士 繼續在節目上跟她一起主持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不過民主聰就說其實今天很多輿論 或是網友的反應 其實讓大家去覺得蠻失望 蠻挫折的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就說誰就是性騷擾 是 就是必須尊重更多司法跟行政調查 可是也不應該第一時間去指責受害人 你就是要炒新聞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愛鴻 你就空金 你可以做別人就不能做等等 今天一連串輿論的反應 對於主播來講 他的挫折是很深的 當然他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首先我還是要講一下剛才這個影片的部分 因為大家有看到那個他的敘述裡面 他說他當時是拍一個宣傳片 被摟腰被搭肩 然後後來公司又叫他繼續主持 剛才的這個是後來又繼續主持的那一次摸肩 所以之前的那個影片後來公司沒有上 就是他本人拒絕上這段影片 因為公司問他說可不可以剪掉再上 後來他拒絕 所以那個宣傳影片沒有上 但是節目後來又叫他去主持 所以這個剛才大家截圖 這是第二次他被摸肩的時候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是第二次被摸肩 也就是他第一次拍宣傳片的時候 被摟腰被摸肩嘛 然後公司問你說你可不可以再繼續主持 他只好再去主持這一集 但這一集裡面他又被摸了一次肩膀 所以剛才這個截圖裡面其實是第二次 那整個時序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有沒有構成騷擾 當然還是像律師講 你可能要拿出那些證據 但是證據在公司的手上 那影片沒有播出來 那影片那些東西當然是在公司的手上 那我講齁 其實我不認為這個求評就是說 你就是一定是我要吃你豆腐 還是我對你什麼有意思 我一定要騷擾你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不見得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沒有意識的更可怕 有意識的性騷擾 我們很明顯看到 你這個人就是壞人 我們就來給你出力對不對 我們就來處理這個事情 譬如說那個張型攝影 對 像那個另外一個攝影師 每天就是摸人家的頭髮 這個就很明顯 可是像這個求評界的這個前輩 他可能覺得我就是長輩 我們看到這些小老弟小妹妹 啊來來來來 他顯示他的權威 顯示他的資深 顯示他的輩分 可是他在無意中騷擾了別人 可是他不覺得這是一個錯誤 因為你沒有顧及到那個人的感受 那我們不知道這段期間 他拍了多少人的肩膀 摟了多少人的腰 可是也許他一直認為是善意的 我覺得不知道自己涉及性騷擾 是現在這個社會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我們沒有辦法發現問題 甚至我們看到有人被性騷擾 我們也不會講話 是因為我們也以為他不是性騷擾 可是那個當事人卻受到傷害了 那這種傷害一再發生的話 是我們這個社會對於性騷擾 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夠 是 他的誤區太多 所以其實扭正這個風氣是最重要的 我剛才講這個公司的處理 如果第一時間 可以馬上跟這個球評反應 球評來道歉 不好意思我以後不會這樣的 球評是不是也改進 以後他不會再騷擾到別人 是 那這個主播的心情 是不是也得到回復 那這件事情會有更好的一個圓滿的解決 某種程度是被騷擾的人 更大的傷害是旁邊那些人的反應 對 還有公司職場 學校的處理態度跟機制 不過我們來看看包括性侵 包括強制違憲都是公訴罪 可是性騷擾是告訴乃倫 所以受害人不告 那檢察官就不會受理 這是一個 所以應不應該去告 這個所謂的性騷擾的 這個刑法的罪責 再來是說 如果是在職場 這個整個行政的處理 我們來看看 其實工作場所性騷擾 防治措施也有一定的規矩 就包括說你要保密這些申訴 不管是延遲或書面提出 你要有一個委員會的組成 然後你有懲處跟後續的處理機制 我再請教一下律師 在一年前 如果他那間公司怎麼做 就可以比較保護這名主播 好 我們回到這個電腦裡面 所秀出來的這個畫面 雇主剛剛所提到 他有兩個作為義務 一個在事前 他要定防範措施 我們這邊所講到 是已經發生之後的處理流程 所以事先你應該有管道 你要告訴公司裡面的人說 你發生了性騷擾案件 你可以打哪個電話 你可以弄哪一個申訴專線 你可以找誰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也非常便利 都有範本可以做 我們進入到流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其實還是聚焦在哪裡 提出申訴管道之後的一個處理 跟第三個懲戒 懲戒我們講白話來說 就是去調查個案 那我先來講這調查個案 你應該要怎麼樣謹慎的處理 你可能要給當事人一個 適度的一個提出來的方法 延遲提出可以 書面提出也可以 你要組成委員會 你可以要求專家進來 例如像律師 但是我要談的是說 在職場性騷擾裡面 的雇主責任 其實除了剛剛所說的一二三 上半段之後 應該要特別注意的是 第四項 後續 第四項是我們在職場性騷擾裡面 去科與雇主 他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義務 他其實有幾個要件 你就是說 這邊所講的喔 你必須要去做立即有效的一個補救措施 例如說 當時候如果發生了 這樣子性騷擾案件 而他的主管知道了 或許他接下來應該要做的是 是不是有可能把這個所謂的一個理性的行為人 先把他 先停止調查 停止調查 或者是說 避免他們在在後續的節目裡面 再攻處一個地方 不應該在第一次發生之後 還讓他有第二次接觸機會 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錯誤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有效的措施 他沒有保護被害人 但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看這名林主播 他是要離職之後 他才敢說 是 什麼意思呢 他如果在職的時候說出來 他很可能就沒工作 甚至他在這個行業裡面 就不要再生存了 是 怎麼解決 所以我要重申 其實公司有幾個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你要照顧被害人 你要以被害人的感受為重要程序 你要保護他 你要隔離他 跟加害人繼續接觸 第二你要有糾正措施 你對於加害人調查了之後 你要有適當的處理 降職 減薪 懲戒或處理 最主要是你公司必須要宣誓 你對於幸福的感受 你對於幸福的感受 謝謝你收看 請寫出 坐月子的座 日本有沒有坐月子啊 我現在 中文聽不懂 不好意思 幫馬丁 你為什麼會坐月子啊 老婆坐過 老婆坐過 對 你舉的是台灣老婆 OK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行星期游客大捷百萬 肯定被批評不如出國玩 夜市老街商圈 特色欺騙於律 台灣觀光發展面臨瓶頸 地方政府主打特色景點 水晶教堂 天空之橋 才會社區到處出現 快張打卡 走馬看花 國民旅遊創下五年最差數量 台灣為何吸引不了國人在地旅行 周晚間八點能不開講 台灣有什麼好玩 這幅拼觀光 如何拼出台灣觀光情景 他是中國皇帝的三品大臣 他是中國皇帝的三品大臣 是服務於康熙 雍正 乾隆 三朝五十一年的宮廷畫室 也是用西方元素構建了中國標誌建築圓明圓的外國設計師 這個人叫朗沈寧 塑膠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但它無法立即完全分解 慢慢地變成肉眼無法看見的塑膠微粒 佔據了整片海洋 無形中進入廣大的食物鏈 物食塑膠製品導致死亡的動物不計其數 科學家展開研究與調查 想尋找這些消失在海洋的塑膠微粒 然而種種跡象都顯示 這個隱形的殺手正在影響生物生長 破壞七地 危害人類健康 3月30號 週五晚間10點 公式主題之夜 海洋的塑膠秘密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